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爱多美的伙伴大家午安 我是亚萍 今天很开心再一次跟各位见面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那这个益生菌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其实我们人体有70%的免疫球的蛋白 是在我们的肠道来去制造的 那我们呢 每一天大家都几乎都是外食 至少会有一餐是外食 那前一阵子的食安风暴这么的严重 除了吃了三菌氢胺 还有毒淀粉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那种化学的东西 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那你常吃的这些东西呢 你都会想说 我已经从 已经多吃蔬菜 已经多吃水果 我已经非常注重我的那个什么 所吃的东西了 为什么我还会有肠胃到不舒服 我为什么还有便秘的现象 我为什么还有什么头痛 我还有为什么还有拉肚子 这样子的一个的现象 其实都跟我们身体的益生菌 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的益生菌跟别人的益生菌 有什么不一样呢 之前的话呢 是10plus嘛 10加嘛 现在要改成12加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益生菌里面 每一条益生菌里面有30亿个活菌 我们怎么去判别说外面的益生菌 它的好跟坏在哪里呢 其实只要是益生菌 都是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说 要长期来吃益生菌之后呢 我们要选择怎么样子的益生菌 第一个一定是要粉末状的 一定是要粉末状的 那不是说只有我们的肠胃才有益生菌 我们从哪边开始就有益生菌了 我们的食道 我们的那个什么胃 我们的肠 一直到我们女孩子的阴部的部分 全部都是需要益生菌的 所以呢 我们每天在吃这些五股杂粮的东西 那每天很多朋友就说 你们的益生菌可不可以有什么 金球的包袱 一直要通过胃 通过胃的那个什么 强酸 之后再到我们的肠 其实我们的胃也是需要益生菌的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所以呢 第一个你选择益生菌 一定要选择粉末状的 第二个的话呢 它一定要有什么 多种的那种益菌 多种的益菌 不再只是说三四种的益菌而已 那我们这次的话呢增加到十二种的益菌 那很多朋友就会问说 我是要餐前吃好呢 餐后吃好呢 觉得餐前吃的举手 有人 觉得餐后吃的举手 也是有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吃的举手 还是没有举手的人是怎样 那随便我想到就吃 真的 因为我跟你说 益生菌它是什么 它是食品 它不是药 各位真的不要把它当作是药 真的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药 我是要餐前吃 餐后吃 觉得你想要吃的时候呢 就可以给它吃 那但是呢 你千万你在吃的时候呢 不要 不要配热的开水 然后呢 如果说你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的时候呢 请你错开 请你错开这个时间吃 你吃完了你的慢性病的药 那可能有些人还有在吃抗生素 有在吃肋骨醇的这些东西的话 请你一定要吃完这些东西之后 吃完你的这些药之后呢 一个小时之后再来吃益生菌 那为什么就是说你要避开这些 因为呢 你在吃抗生素的时候呢 因为呢 你的体内的胃肠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会有一些细菌 你为了吃这个东西来杀死你里面的细菌的时候呢 那你在吃益生菌 就会把它给怎样 相去抗衡了 所以那你一定要吃完你的抗生素 或者是肋骨醇的这些药之后呢 你再来吃益生菌 不是说 那我只要吃益生菌就好 我这些药通通都可以不要吃 不行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食品 这个是食品 那你一天 其实你在想 我们有时候拉肚子 拉肚子跟什么 肚子很脏的时候 或者是便秘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肠道里面 有分为好菌 坏菌 跟什么 跟中间菌 那你当你好菌多的时候呢 你的什么 排便 一切都非常的顺畅 每一天上帝都会给你一封信 什么信 都会给你一封信 每一个人都会给哦 但是有些人可能 两三天才收到 有的人可能一个礼拜才收到 可能他的网路比较慢 每一天 大家都要怎么样 都要上厕所 那你就可以从你上厕所的 这样子的一个 情况来了解一下 我身体的一个状况 那当你吃了很多 那些什么肉类的东西的话呢 你会发现 你每天的那个便便的话呢 他的颜色就很深 颜色很深 而且味道是很重的 那你当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克服说 我只吃蔬菜 我不要吃肉 我不要吃鱼这些东西 但是呢你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一定要来补充益生菌 尤其是有在吃慢性病药的 这些年长的婆婆妈妈 或者是 那个大叔们 你们一定要补充益生菌 因为呢你们长时间 在吃这些慢性病的药的时候 人家讲说药就是什么 就是毒嘛 那你每天一定要吃这些东西进去 那相对的你的肠胃的那个什么 菌种的平衡就是坏菌 一定会大于好菌 所以呢为什么年纪大了 一定要便秘吗 没有呢 没有说年纪大一定要便秘 是你吃的东西 还有是说你有沒有补充益生菌 所以呢 不管是任何年纪的人 都要来补充益生菌 如果说你刚开始在吃的时候 第一次吃我们益生菌的伙伴的话呢 其实我会建议量能够大一点 虽然说一天一包 但是我觉得一天一包太少了 你一天的话呢 可以在三餐的饭前或饭后 各一包 就是一天就是三包 你提出刚吃的时候 你要量大一点 先让你的肠胃的那个菌种 先能够让它怎么样 能够平衡 那你刚开始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怎么要吃这么多吗 其实第一个月的时候 先吃量大一点之后呢 当你的肠胃到里面的菌种 平衡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怎样 再变成是一天一包 或者是一天两包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说 是益生菌的好处之后呢 来 我们里面120条 平均一条才多少钱 不到15块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益生菌要吃多久 吃一个月 吃两个月 还是吃一年两年 吃一辈子 有人说吃一辈子 真的 你就是益生菌 你要吃一辈子 你想活多久 你就要吃多久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考虑到 价钱的问题了哦 如果说外面的益生菌的菌种 都跟我们一样 品质也都跟我们一样 然后什么 也都是一样 是30亿个活菌的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要来比价钱 因为外面的一盒30包 就要1200到1500 但是呢我们4盒才多少钱 1740而已 才1740 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 长时间的去保养 你绝对不是说 我今天吃了 我明天不吃 我后天再吃 是我这个月吃了之后 觉得我肚子状况 都已经非常好了之后 我就不吃了 因为你每天都要吃饭 你每天都要吃肉吃鱼 所以呢你一定要 维持每天都要来吃益生菌 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有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怀孕的妈妈可不可以吃 益生菌 可以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因为呢 我们怀孕的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 当你的肚子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会压迫 会压迫到我们的那个什么 肠胃的那个部分 那孕妇 妈妈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到后期的时候 我的那个什么便秘的状况 就会特别的严重 请你一定要多补充益生菌 还有就是妈妈是 过敏性的体质 小孩子生出来就会怎样 过敏性的体质 这个是怎样 这个是有那种直接的一种 遗传的一个关系 所以妈妈只要你的母体 能够让你的肠胃 都能够保持的非常的 菌相都能够平衡的时候 生出来的小孩子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所以呢母乳 母乳是小孩子 他怎么样 他唯一补充 补充益生菌的一个来源 但是呢 现在的小孩子吃母乳 可能吃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之后就开始吃什么 吃牛奶了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抵抗力 就没有像吃长久 那个母乳的这些小朋友 他的抵抗力这么的好 所以呢一定要来补充益生菌 好来我们益生菌就要讲到这边 那前上个礼拜 是不是又有一个新闻话题 什么 慈激素 对不对 来我们慈激素 很多伙伴在问说 啊我们的洗髮精 有没有添加慈激素 我们的养髮液 有没有添加慈激素 来 我们 爱多美进来到台湾 是第几个国家 第四个国家 欸第五个国家 对不对 从韩国 美国 日本加拿大 再到台湾 对不对 来 慈激素是什么 慈激素 就是我们所说的 女性荷尔蒙的部分 那每一个人身上呢 都有慈激素 熊激素跟孕激素 只是说 女性的慈激素 女性的慈激素 在我们过了青春期之后呢 就会特别的明显 就会用卵巢来分泌这个慈激素 所以呢 女孩子就有什么 胸部 那就会有女孩子的那种体态出来 那男生呢 男生没有慈激素 他的什么 肌肉就会越来越发达 他的骨骼就会越来越强壮 这个是属于 那个慈激素 跟熊激素的一个部分 那慈激素呢 他为什么 要把它用在 那个洗髮精 跟养髮液上面 因为慈激素他有怎么样 他有能够促进毛发生长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很多的男士身上的话 其实也是有女性的慈激素 只是他的那个比例 比较少一点点 当你的慈激素少的时候呢 你的头发掉的就会比较快 所以呢 男性的那个熊激素 他会怎么样 抑制头发的生长 所以呢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 熊性凸 熊性凸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你会凸头 并不是跟 那个什么慈激素 跟熊激素 或者是跟那个什么 慈激素正没有什么 直接的那种影响 跟你的环境也有关系 跟你的遗传也有关系 跟你的饮食也是有关系 跟情绪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那为什么坊间上面的那个洗髮精 他会把这个慈激素 会添加在洗髮精里面 洗了之后呢 我的头发就会怎样 就会长出来 那用在我们的羊髮衣里面的话呢 羊髮衣我就会怎样 头发就会长出来 那我们爱多美里面这个洗髮精 跟羊髮衣有没有签加这个 没有 因为我刚刚有问到说 我们从美国 从日本 加拿大再到台湾 慈激素在欧美的国家 已经没有办 已经把它列为说不能加到洗髮精 不能把它加到那个羊髮衣上面了 所以呢你看喔 经过这几个国家再来到我们台湾 你说如果他有家的话呢 在美国可不可以上架 不行 在加拿大可不可以上架 不行嘛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各位有念到什么 我们的社讯对不对 珍爱灵魂 珍爱灵魂 我们都是秉持的珍爱灵魂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经营我们的爱多美 所以所有的那个清洁系列的话 都是以草本的为主 以天然的为主 第一个先怎么样 先讲究我们的品质 绝对的品质之后呢 再来讲绝对的一个价格 所以各位一定要对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呢你看喔 洗髮精用完了之后 要用我们的仰靶液 像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一定没有秃头 为什么 因为她那时候的那个雌激素啊 正旺的时候 正旺的时候 但是到了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的时候 当女孩子开始停经了之后呢 雌激素分泌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时候呢 掉髮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一天平均啊 掉差不多五十根到六十根的头发 平均一天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长时间 一天有掉到一百根头发的时候 而且是长时间可能维持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 这时候你身体里面的荷尔蒙的状况 就开始在变化了 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了 所以呢 不是等到说我头发开始掉了 我开始凸了的时候呢 我才开始来保养我的头皮 在你现在头发还很茂密的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来保养它了 所以用我们的 我们天然草本的洗髮精 洗了之后 它有加了什么 和手乌 所以呢它有淡淡的那种中药的一种味道 那你在洗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 像男生的话呢 可能按压一下子一下半就够了 那你在手心里面稍微搓走 让它起泡了之后 再往你头上去洗 再往头上去洗 你不要给它按压之后呢 就在头上这样子一直搓一直搓一直搓 搓到它起泡 你在手上的时候 就稍微让它起泡了之后 再往头发上面去用 这样子的话呢 会减少说你头发的那个发根一直掉 所以我们的洗髮精的话 它有强健我们的发根 会清洁我们的头皮 之后你用了我们的羊髮液之后 羊髮液它有去角质的功能 我们头皮也是有角质的 也是要去角质 那你用完羊髮液 你一定要按摩 这个按摩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如果说你用了羊髮液 只是喷喷喷喷上去之后 就不理它了 效果没有那么快 所以你一定要按摩 你一定要按摩 用什么按摩 手 梳子 或者是家里面有什么经络棒 都稍微给它按摩一下 刺激一下就可以了 一天喷几次 你想到就可以喷 喷个两次到三次 又有人喷个五六次 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会因为说 你有没有认真在用 呃呈现可能有人 三个月四个月 就真的头发就越来越茂密了 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洗髮经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说最近的雌激素之外呢 各位还有 最近还有一个话题 叫做精疲毒 其实精疲毒这样子的这件事情 我之前就一直在跟我们的伙伴来去 来讲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什么叫做精疲毒 就是说 当我们的一些清洁剂 洗碗精或者是洗衣精 它有加了什么 石油的界面的活性剂的时候 石油界面活性剂 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些都会产生一些毒素 我刚刚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讲到 雌激素为什么不能把它添加在 那个洗髮经里面 它加了之后用了之后 对男性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对身体有什么样影响 当你的雌激素 男生身上雌激素太多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女性的特征就出现了 然后它有这些雌激素进去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呢 可能会有什么 一些癌症的一些变化 然后女孩子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乳癌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这些都不是属于我们体内的 自行应该要有的东西 它把它加进去里面 然后透过皮肤就是我现在所讲的 精疲毒这样子吸收到我们体内之后呢 透过我们的血液 透过我们的淋巴 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 那残留下来的一个部分呢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皮下组织 还有就是经过我们那个淋巴 所经过的一些 身体的一些器官里面 那精疲毒呢 它吸收的最 最多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的那个生殖器的一个部分 它是我们皮肤吸收的42倍 所以呢为什么 到了中年之后呢 会有精蟲减少啦 或者是会有突发啦 或有什么 会有一些什么 不孕症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 平常的这些洗髮精啦 洗衣精啦 还有那个洗碗精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去选择一下 我们平常在用的 你不要去外面买那种去 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化工厂那边去 买那个一大桶的洗衣 那个洗碗精回来 那个一桶才一两百块钱而已 你知道它里面的 那个成本才多少钱吗 不到十块耶 真的不到十块 它卖给你一两百块 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用化学东西所做的 所以呢你长时间用了那种东西之后 你的富贵手 你的皮肤就会骚痒 然后呢 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会吃了这些东西 然后呢你再用这些来洗衣服的话 残留到我们的衣服里面 我们的皮肤就会骚痒 小孩子就有过敏的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来 我们的洗衣精 我各位 跟各位一定要来讲一下 我们的洗衣精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用的东西 第一个 它没有影光剂 没有防腐剂 它没有石油的界面活性剂 它没有什么 动物性的原料 那它的那个界面活性剂是用什么 它是用无患子 天然的无患子 小苏打粉 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成分 来洗我们的衣服 来呵护我们的衣服 然后呢 你小baby也都可以用这些的 那个清洁剂来洗 你洗了之后呢 你发现它不再怎么样 它不再去什么 抓它的皮肤了 它的皮肤不再红红肿肿了 这些的话呢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应该要去注意到的 那我们的洗衣精 一瓶两公升 390块 便宜又好用 所以呢 你看为什么 这些这么的便宜的东西 每一次都会造成我们 爱多美的伙伴 大家疯狂的抢购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这些 环境荷尔蒙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毒物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敏觉性了 这些怎么精疲毒 不会说我今天用了 我明天会怎么样 明年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的 但是呢 但是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呢 怎么发现说 我都时常都有在注意我的养生 我的吃也吃得非常的清淡 我也都是吃素 然后呢 我都吃了蔬菜水果 但是为什么 我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癌症 产生呢 所以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各位现在知道都还来得及 所以外面的那些 那些合成的化学的这些清洁剂 不要贪便宜 其实它也没有比我们爱多美的产品便宜到哪里去 它一瓶也是要两三百块钱的 所以呢我们的洗髮精 我们的那个什么沐浴乳 这些东西各位都可以很 都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 那这个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清洁系列的一个东西 还有我们的那个洗碗机 洗碗精 洗碗精各位知道说 绿色的花椰菜它是有最多的一个抗氧化的东西 对不对 好我们都是知道说要多吃绿色的蔬菜 但是呢绿色的花椰菜是最难洗的 是最难洗的 那我们要怎么洗 以前都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就说要加盐洗 其实加盐有没有效 没有效的用清水洗也没有效的 因为呢里面有很多的农药 然后呢你每天在喝的这些茶里面也都是有农药 都是用这些清水是洗不掉的 那我们买回来的这个蔬果的话呢 你要用我们的蔬果的碗盘清洁去洗 真的用量只要一点点 不要太多真的一点点就好了 那你把花椰菜有泡有用我们的那个清洁剂洗的 跟没有清洁剂洗的 东西相较比较之下呢 用我们的洗碗筋洗的 它就会怎么样 光光的亮亮的油亮油亮的感觉 但是呢只用一般的清水洗的时候呢 它却只是这样子一层那种雾雾的在上面 残留了很多的农药在上面 各位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些这一瓶230 这一瓶230可以用多久啊 至少用半年以上吧 对 真的是用量真的是很省 重点是你洗完的时候呢 你的手是不会干干的 如果说你有富贵手的人 请你不要戴手套 你来试试看 感觉跟你以前用其他的那种洗碗筋在洗的时候呢 为什么以前他都说这个已经很天然了 为什么我的富贵手洗了之后 还是一直在那个什么流血 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就粗粗的感觉 试试看我们的爱多美的洗碗筋来洗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上个礼拜我真的忘了讲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爱丹 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来用爱丹 爱丹这个产品不是只有女生要洗男生更要洗 女孩子在惊奇的时候特别一定要用我们的爱丹 一定要用爱丹 因为现在夏天到了 台湾的天气又湿又热又闷闷的 那如果说你在外面不方便 不方便就是清洗的话呢 可以用我们的爱丹稀释 但是你不要一次稀释的太多 就今天一天的量 那你只要是说 换完了那个卫生棉之后呢 你就稍微的那个清洁一下 你会觉得说你一整天 你会觉得说非常的清爽 而且会觉得说非常的干净 不再像以前这样子闷闷的 然后呢又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各位一定要用我们的爱丹去洗 不要再拿沐浴乳直接来洗下面 男生也要洗 男生呢夏天到的时候呢 骨沟那个地方很容易流汗 那你这个骨沟的地方流汗的时候 通常你不会去插他的 你不会去插他之后 就长久时间下来就会造成这样 就有湿疹的现象 那你就要晚上洗澡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用爱丹来洗 这一瓶才多少钱 才一百多块钱而已 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来分享到 我们爱多美的这些产品 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一些尝试 各位 经营爱多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秘诀 就是你用完了产品之后呢 大量的去跟你的朋友去分享 就是这样子 你只会分享爱丹 你就分享爱丹就好了 你只会分享牙膏牙刷 你就都分享牙膏牙刷就好了 你就可以怎样 创造出你的国际事业出来 好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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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